上周六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指风车和绿光剧团 他们位在新北市巴黎的道具仓库 加上这段疫情时间受到的影响 损失出估有5000万元 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绿光剧团的编剧导演吴念珍也对外宣布 舞台剧的门票照常开卖 那一旦剧团资金不足 不排除会抵押房产 为了要协助剧团重建 现在除了新北市之外 外传桃源市还有基隆市长都亲自致电 欢迎他们搬过去 上周六这场大火烧光指风车和绿光剧团 位在新北巴黎的道具仓库 损失5000万元 意外发生后绿光剧团的编剧导演吴念珍 首度和剧团人员对外召开记者会 强调会排除万难如期演出 一关一关去客服 对我来讲是这样 其他烧掉的东西怎么解决 我心里面想有房子嘛 那我如果把房子长去抵押 应该就可以支要多少钱 支要多少钱应该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不排除抵押房产 就是要让剧团撑下去 回顾指风车和绿光剧团创团时间 分别在1992年和1993年成立 接近30年的历史中 累计推出约70部作品 拥有许多粉丝 你对孩子有过想象吗 而就在仓库遭遇大火后 除了不少民众捐款资助 已经达到百万 外传各地方政府 包括新北市 桃源市 以及基隆市市长 都亲自致电 愿意协助重建 欢迎他们搬过去 其中基隆更传出 直接选定 试定古迹要塞司令部 过去日二战争时 他曾是北台重要指挥中心 面积有1.1公顷 比剧团的旧仓库 大上6倍左右 不过剧团表示 重建地点还在讨论中 之前也有一些单位问过 我觉得非常感激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比较之后的事情 眼前最需要的东西就是 我们必须要把布景整个重建 对于各界声援 吴念珍表示 只要观众走进剧场看表演 就是最大的帮忙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记者因此周围杰特别报道